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考古是一门严谨的学科 在田野考古工作中 从勘察 布设探方 再到发掘清理 每一个步骤都要经过充分的准备和计划安排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考古工作也是一项暗部就班 艰辛枯燥的工作 在许多人的想象中 考古的吸引之处 在于探索未知 公众对考古的兴趣 也大多与满足好奇有关 但是 在实际的考古工作中 考古工作者却很少有这样的心态 在大多数情况下 经验丰富的考古队员 对于古代遗迹现象和可能出现的文物 都会有一个预判 然而 在极少数情况下 考古队员也会在发掘清理工作中 遭遇意料之外的情况 邂逅不期而遇的收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2005年 考古工作者对位于陕西省寒城市梁戴村的 锐古墓地M26号大墓 进行了抢救性发掘 这是一座假四形墓葬 考古队员在大墓中清理出 包括五顶四轨在内的 23件青铜礼器 尽管M26号大墓的观骨和墓主骨 还腐朽严重 但队员们仍旧清理出 大量精美的玉器和窜世 26号这种玉器真是国内罕见 啥叫国内罕见 就是人身体覆盖的全部都是玉 往手腕上带了两个手 各三组 胸前又带了两组 组玉配 另外有的都带不下 放到旁边还放 这是一套出土于梁戴村M26号大墓的玉组配饰 由三百多颗玉石组成 它们以梯形玉牌为中心 玉牌中间雕刻着寿面纹 四周雕刻龙纹 玉牌的上下分别连接有九条和十一条串式 细看这些串式 它们都是以管珠 玛瑙管 以及玉制管珠穿系而成 整件玉组配饰呈扇扇形展开 制作精美 气势非凡 这是另一套出土于M26号大墓的玉组配饰 也是整座大墓出土玉器的精华 它由一件圆形玉配 七件玉黄 和七百二十七颗玛瑙珠穿联而成 全长超过一米 佩戴时可以从脖子一直延伸到膝盖 此外 清白色的玉黄搭配红色的珠管 看起来显得大气悦目 高雅滑贵 这一套器物的名称叫做七黄莲珠向式 七皇莲珠向式是当时最高等级的玉器 佩戴他的墓主人 拥有诸侯国国军等级的身份 M26号大墓中的这些发现 为研究西周时期的理智 提供了珍贵的食物资料 时间进入夏季 大墓的发掘清理工作也接近了尾声 就在这时 在墓葬关内 考古队员突然清理出一件 非同寻常的器物 一枚沉甸甸的玉珠笼 这个意外的收获 让考古现场的所有人都感到惊讶和困惑 这个东西确实是有些突兀 这东西出的太冷不丁了 就在华国内突然来了这么大一个鱼珠笼 确实让人不好猜测 不好想象 因为这件东西本身属于红杉文化的东西 体量又比较大 制作的也是比较精美 玉珠笼所属的红杉文化 是一个距今五千多年的新石器时代文化 它的分布范围 位于我国北方的内蒙古和辽宁地区 仔细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瑞国不知何故他得到这么一件东西 从他在墓葬里的隋葬的位置看 他也视为珍宝 是财富的体现 还有对神奇崇拜的体现 可能都有这个意义 只不过这件东西传到瑞国这个时间 实际上已经过了两千年 这两千年这个东西如何传播 文化传播呀 其他各种各样的原因 咱们现在已经不好推测 这就是考古的魅力 意外的发现给考古工作者带来欣喜 也带来了新的研究课题 看似不同寻常的背后 一定蕴含着不为人知的古代信息 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和持续 越来越多的历史细节 终将浮出水面 2019年 在青海省乌兰县全沟墓地 考古工作者对一座编号为M1的吐蕃石漆壁划墓 进行了抢救性发掘 这座大墓主体为长方形砖墓混合结构的多式墓 墓室由前式后式和侧式组成 前式为砖式结构 后式及两侧式为柏木漆成的木裹结构 顶部用柏木封顶 在大墓的前式砖墙和后式柏木墙表面 均会有壁画 这也是青藏高原首次发现的土拨时期墓室壁画 经过艰苦的法掘清理 考古队员在M1号大墓中 清理出了残存的丝织物 欠绿缩石金银带室 铜块 青木盘 玻璃珠等珍贵文物 面对大墓中精美的壁画 考古队采用了加固接取的方法 这个捡到这块上 这底我抓住了 好 我天哪 完美 挺 照相 看看 可以 但是在一些特殊部位 例如门框和梁柱上的彩绘壁画 却难以处理 考古队最终决定 将整个墓室打包搬迁 进行保护研究 搬迁工作的第一步 是对M1号大墓中的摆墓 进行清理搬运 没过多久 考古队员就在墓葬后世西壁的摆墓背后 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 一个神秘的黑洞显露了出来 一米五 可能啊 我这靠 靠三个空 往里边 再往里边挖一点 是吧 往里边还有 那边还比较多呢 那边还比较多呢 这边往西边走 挖出了一个洞子 这上面那根梁 这是不是一个东西 这是一个东西 砸在那边 对 对 那那到那边现在那原的那都是 这样就看到见没 这个 就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 我想去找个灯 啊 稍加观察 考古队员立刻发现 黑洞中藏有文物 可以肯定 这是一个暗阁 是大墓专做藏宝的密室 M1号大墓的墓壁之后藏有密室 这个似乎只在小说电影中才会出现的情节 竟然真的出现在考古现场 对于每一位考古队员来说 这都是田野工作经历中难得一见的情形 队员们立刻对暗阁密室展开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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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前达后达 这个箱子上面淡于横梁 横梁上面压石头 把这洞口给封死了 然后下面是一个四四方方的箱子 这个可能是金的麻具 旁边是这蓝色的什么 应该丝绸 是吧 麻具一般给丝绸是合在一块儿敷的 马鞍子是这样是吧 它这里有一个板是 马鞍子是平的呀 你见了吗 马鞍子的千党 不是 不是马鞍子 暗阁密室的木箱中 保存着什么器物呢 考古队员按捺住激动的心情 小心翼翼地进行查看 这东西 我就刚才错那了 底下还有一个 下面都是那种 等下 真的呀 你看它侧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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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哪 天哪 天日立的 哎呀 哎呀我妈 哇 哎我跟你说 除了这个 这个沙的石头底片 还得有 我的神哪 那个碗 半指碑 就半指碑 这个边 这边开多女松石 这个里边应该是这个牧主人 一生中最真爱的最精华的珍宝 所以它藏得非常的隐蔽 暗阁之珠金光闪现 考古队员仔细观察 谨慎清理 千年的尘土和沙石 得慢慢浮去 把那个把铁锹 把铁锹 把铁锹放到这边缘去 把这个 先放在去 先把它弄干净 看看周围 真的看见底了 这些 真相大白的时刻 这些 真相大白的时刻 这是啥 那是玛瑙 哦 那怎么定 那剪着还是先边上 先不动 先在这个位置上 先在这个位置上 张倩的这个绿冲石 脱落的时候 这个城位里边可能都有 对对对 这个有窗孔 这个窗孔就不是它的了 不是靠的了 对 哪个 就这个 你看这个 底下这白的 有窗孔可能 它就是一个窗式 嗯 就是 这最起码就是 现在也是窗式 哦 不同材质的 就是这个 绿松石 马脑 还有这个 还有这个 那个蓝色的是什么 这个也是一个猪的 这是矿物猪的 你看 这玻璃猪 这一般来说是玻璃猪 这种颜色 就是这里的口头 比较小 就古代的玻璃猪 而且刮形的 刮形玻璃猪 它上面就是棱子 像刮形的 是 这位置非常重要 现在边缀的话 谁靠 谁这个这个这个 挨着谁是吧 谁给谁 谁是串在一块的 串在一块的 分头编号123 从这个原始状态 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这一项王冠 这项王冠 最终被考古队员成功提取出来 这项王冠 最终被考古队员成功提取出来 本身就是一项极意外 又重大的考古发现 暗阁和金关的发现 这都是土博实际墓葬 甚至中国世界的考古史上 都是非常罕见的这么一种现象 现在让我们近距离欣赏一下 这顶王冠 冠的正前方 盘踞着两条S型的龙 双龙之间镶嵌着绿松石和青金石 龙身带有翅膀震翅飞 王冠的侧面装饰有凤鸟 旗下是繁复的忍东纹 关后端的户井上 两只狮子相对而立 前找上去 显得十分威严 龙凤和狮子实际上都代表了 在当时土博境内这种 比较高级的贵族 代表他们的身份地位 还有一种强权的这么一种象征 应该是融合了唐朝内地 中原地区 还有土博和中亚的 各个方面的一些装饰风格 和制作工艺 可以看出来 这种网冠反映的是 青海丝绸之路上 它丝绸之路 文化交流的一个盛况 在青藏高原干考古 空气稀薄 条件艰苦 就是在这样的工作环境下 考古工作者日复一日地 坚守在田野工作中 每一次意外收获的背后 都是考古人兴兴业业 一丝不苟的努力与汗水 2020年春天 河南省安阳市的一处工地上 施工人员发现了一处砖式墓 墓中保存着一座巨大的石棺床 为了更好的保护文物和获取信息 考古工作者 将石棺床搬迁到实验室内 进行下一步的发掘清理 大墓中出土的墓制显示 墓主人名叫屈庆 是隋唐时期驱使高昌国 第一任国王屈家的孙子 死于隋开皇十年 也就是公元590年 这是一座等级很高的隋代贵族陆葬 实验室内 考古队员开始对石置棺床进行清理 这座棺床制作精美 彩绘贴金 如何清理如何保护 都是对考古队员的挑战 拂去泥土 石棺床的潜挡板中央 用潜伏雕手法雕刻出半墨的狮子 旗上是高潭 潭下是童子 空中舞动着龙虎 卷云 莲花 装饰其间 明显就是一个仙角半火角 一个百火炭 或者一个省炭这样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在我们内地来说 就是特别是在我们阿阳地来说 发现很少 石棺床的后挡板同样是制作精美 两侧的床腿上 用献客的方式勾勒出动物形神兽 后挡板上方部位 也献客了两只飞翔的鸟身兽手神像 与前挡板拜火教元素不同的是 后挡板上这些图案的元素 和佛教有关 清理完石棺床的前后挡板 考古队员开始清理棺床的下部空间 这里原本淤满了泥土 借助灯光 考古队员用竹签 小心翼翼地拨去泥土 突然竹签下 有了令人意想不到的发现 石棺床下不大的空间内 竟然藏有人泳 发现人泳的时候 考古队员第一时间的推断是 这些人泳 可能是被雾丧中的积水冲刷到了这里 但是仔细端向过后 一个疑问产生了 人泳站立的姿势十分整齐 这种状态更像是被人刻意摆放的结果 继续清理 人泳的数量不断 产生多 老师真有了 又出来一个 你看王老师看一看 王老师呢 浩天 又出来一个 又出来一个 还是有了 你爸暂时还是有 还是有 您叫吧 把这个 把这个轻轻给拿出来 拿出来 拿出来 也是这样 往下 这下边可能是 端底 端底了 那上面就是 你再往这里面清吧 再往这个 轻轻往那边写 想把他掏空的 也行 把这些 也可以给他拿出来 拿出来以后呢 把这个 加固 这两个 咱们这位置 昨天不是都 那位置都拍了吗 拍了以后呢 两个尺寸 从这儿 从这个位置 到这个位置 两个尺寸 或者到这个砖这儿 也就行 这个砖就不动它了 然后呢 画个草图 这底下没够到土了 到砖呢 那就从这个砖面 对 位置一定要给他 标好了 标清楚 先紧着一边清 你看把这 先拿出来清方便了 还是先拿一个清方便 你还得注意上面 就是 上面得注意 现在这你弄 这这边倒是 没有固大关系 这这边倒不是太 就成了一块 成了一块 再倒没事 石棺床下空间狭小 人勇却不断出现 考虑再三 考古队员决定 将先发现的人勇 提取出来 然后才能够进一步 清理空间深处的 其他人勇 我留好 吃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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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比较完整 这一件人勇 看起来是一位抑郁人士 盘发 深目 他张开的手臂 似乎曾经抱着一件乐器 他应该是一位 胡人乐师 今天的河南安阳地区 往北 近临着河北省邯郸市的 林璋县 那里 正是魏晋南北朝时期 中国北方的重要都城 叶城的所在地 因为在叶城时期 就是公元三刀六世纪 叶城呢 就是作为 当时北方的 中亚的一个 首都吧 一个都城 那么他西式吸引了 他俩呢 就是中亚呀 这个甚至落马的人 可能到岸呀 那么他西域人更多 他是一个民族融合的 一个党的一个都市 在文墓展中 翻译出来的 就是我们这些私用啊 我们的套用啊 等等 有很多西域人 这种形象 那么他也是一个 中西文明交流 固件这样一个结构 大墓主人屈庆 来自隋唐时期的 屈市高昌 屈市高昌 屈于今天的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屠鲁番市 古代丝绸之路之上 古代丝绸之路之上 中西文化在那里 平凡交流交融 败火教元素的 潜党版图案 生动的胡人勇 屈庆 作为高昌王室成员 又生活在开放多元的 隋代安阳地区 它的墓中 带有如此之多的 古代中亚西亚和欧洲文化元素 发现它们的过程 虽然充满了意外之喜 但是细究之下 其中所蕴含的历史信息和逻辑 却显得十分理所当然 随着清理的持续 石棺床下意外发现的人勇 呈现出了另一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已经编号到70号了 不光是带有中原风格的人勇 石棺床的围屏上的图案 也体现出鲜明的中原元素 1.2.3 1.2.3 dual 示ọ恩 然奸 Alors你让我roll 我 。 你 Roman 威兵上他们誇完的 主要是就是 宫著人把我盛获了一些唱经 这些初性啊 这些演员啊 甚至可能大概砍饼啊 什么这些酒窑啊 什么之类的 这样一种成本 可能更实术化 另外一份可能散眠 也提醒了一些 比方一些岛角的文化 一些这个小岛 小日 就是二十四岛 那种那种鱼鱼的一些图案 等等吧 这种相对比较实术化 这些年轻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就是考古 在日复一日的艰辛与枯燥中 也会收获到意料之外的惊喜 对于考古人来说 这是科学发掘的结果 每一件意外出现的一记一物 都蕴含着珍贵的古代信息 拼接出更加丰富的历史细节 每一次看似意外的发现 其实都离不开考古工作者细致的预判 周密的计划和小心翼翼的清理工作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每一次看似偶然的发现 都是科学研究带来的必然 考古其实没有不期而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